这次我跟他们的合作非常舒服 而且很开心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传承 那么多的好成绩 从预售票到预告片的点击率 甚至是两首主力歌的MV的点击率都非常的高 Hello大家好我是刘德华 在二十多年前 小黑哥跟我合作了笨小孩这首歌 今天我跟他的儿子 有人有欠 派了一部关于赛车题材的电影 署名道 他们两个跟爸爸一样 很聪明很有才华 而且对电影非常有热忱 这一次我跟他们的合作非常舒服 而且很开心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传承 有没有什么话想回应Andy哥 应该他也会关注我们今天台湾的首映 这个感恩你 这段过程教了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东西 也同时愿意支持我愿意提起后辈 然后是这么 这么全力的去支持我真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我能回馈他 我只能努力继续努力 他说他有可能会来 大家敬请期待 他说可能 他那时候有讲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这样是一个地位的人 他拍了这么多电影 然后他特别提出我们电影 然后特别说他有可能会来台湾 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支持 对 因为对次的表现如此之好 已经有打算开始随着Ella的脚步一直给电下去了吗 你真的觉得如此之好吗 谢谢谢谢 谢谢 好会问问错 谢谢 谢谢 你真的很好 你让我整个现在的心情变得很好 你现在整个心情变得很好 因为我必须老实讲 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次演戏 所以我对我自己到底会不会演戏这件事情 就是我是没有什么自信的 对然后 所以其实整个过程我也是跟导演讲说 你一定都要随时跟我讲实话 然后你告诉我 因为我就像导演讲 我们都是在学习的人 对然后我觉得 我就觉得就是整个 就是我一直就是 努力想要让 做到最好 因为我也不想要 怎么讲就是 对 就是要努力拿到好成绩就对了 对对对对 就是努力 因为其实我也不敢讲什么大话 说我们一定要 获益什么之类的 当然这是希望 但是就是会还是 很真心的讲就是我这次 真的是 这是我现在的全部了 真的我 对我做到我的100%了 对然后 而且我也希望我未来会越来越 越好然后 继续学习这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作品 这样子 好 谢谢 感谢观看